桃园平鎮试试会和香港沙田试试会 由两国的会长带队来到花莲进行观光旅游 并且参访了新城湘工所拜会 他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花莲的灾后振兴观光 0403、0423地震影响到地方的观光产业 为了促进新城湘在地的观光发展 平鎮试试会和香港沙田试试会来到新城湘 以行动来表达支持 新城湘工所秘书李光汉则是相当的感谢 花莲真的是观光产业被受影响 经济也非常的萧条 也承认你们就是不为困难 就来到我们花莲先来采现 也希望说你们把这几天来花莲 看一看整个心得感想 就回不管是回花莲还是到其他地方都帮我们宣传一下 现在都是花莲已经一切都稳定下来了 希望大家继续给花莲鼓励支持 现在旅游的平鎮和香港沙田试试会的会长们和师友们 则是大意支持新城湘 参观花莲的那些旅游景点我觉得还好除了大鲁哥那边以外 还有很多景点以及美食 我们都可以来参观 然后来游玩都可以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去东海岸 东岸那边 那海景也很漂亮 我觉得还不错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影响到 只是说景点比较少了一点 但是玩的还是很多 民政主要是去平鎮参加寿证了 那新城像这边的那个新城的师子会会长 刘会长 然后就是叫我们过来这边转一转 因为地震的原因 所以呢叫我们过来转一转 慢慢宣传宣传 那我们觉得就是旅游区的那个美食啊 他们特别用心 感觉就是在家里吃的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呢很吸引的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 还会再带朋友一起再过来 今天下转和理台表示 在零四零三和零四二三大街灯当中 新城像依旧行好无缺 风景一样相当美丽 地方的各项产业 更需要各界的观光客 和好朋友们来到新城像来消费游玩 也希望大家能够宣传新城像的依旧美好 来这里游玩 共同来帮助地方观光产业 记得久不见了